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方敏昇女士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早晨 欢迎各位出席由致敬研究中心 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办的 扶贫与商界参与论坛 今日我们十分荣幸邀请到来自政府 商界 社福界的官员和专家学者 共同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交换意见 这次论坛正好体现 政府 公民社会和商界三方合作的精神 秉承善用三方资源 和共同承担的理念 同心协力 解决贫困的问题 作为独立民间智库 致敬一直都关注香港长期政根力 和社会民生等等的重大的课题 近年来 除着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海啸引致经济不景 贫穷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讨论焦点 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 它不单只关乎基层生活 更可能削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 有见及此 至今在去年年底已经开始扶贫 商界扶贫的研究 检验了一千个不同行业的机构 推动的扶贫的项目 建议商界将资源放在三个层面 并提出九大建议 协助七个受惠的群组 有关研究结果已经在上个月发表 引起不少社会人士的关注和讨论 我们期望通过今次的研究 扩大社会参与 更有效地推动商界的扶贫 不论是大企业或者是中小企 并且带动社会风气 对弱势社群作出承担 正如报告指出 有鉴于商界的种种优势 扶贫工作绝对不止局限于捐款 我们相信更有效的扶贫方法 是建立可持续的商赢机制 让企业和受助人双方都可以获益 商业机构通过提供教育支援 就业机会 以及建立正面意识 既可以发挥它竞争的优势 也同时履行企业社会的责任 当然一如其他重大的社会议题 政府的领导角色不可以划决 我们很高兴见到扶贫委员会的成立 审视香港贫穷的问题 以及制定长远扶贫的政策 同时香港有不少的社会组织 为弱势社群提供服务 在不同的地区和群组的需求 制定适切的服务 与政府和商业的扶贫工作是相互相成 构成理想的扶贫网络 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族 以商界扶贫工作为重点讨论 加入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角色和功能 一同利用新思维 令社会更加关注弱势社群 同舟共济建立更好的香港 各位我恩切期望今天的讨论 可以带来新的意念 更希望在座的嘉宾和好友 在稍后的讨论环节 多多发表意见 共同为这个与香港政策力 息息相关的议题 出谋献策 最后我预祝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